又出现了团购网的消费纠纷了 有团购的网站上面呢 明明摆明的是加拿大的 薄言轻鱼这个商品 结果呢 被人家买来了 说什么搞的买来 拿到看到真空包装上面是以日文标示 产地竟然是挪威 而且还有几部位 重量根本不像宣称的那个重量 重量不足 被怀疑商品不实 打开网页搜寻加拿大轻鱼 就会看到团购网一条打出下刹3.6折 只要39元实在便宜 因此有顾客一口气下定10条 不过收到货品却让他慢肚子气 看看上头称的重量 原本总重应该要130克 不过其中一条却只剩下85克 差额45克不翼而飞 不止如此 产品标示不仅只有日文没有中文 说好加拿大进口 产地却变成挪威 三大坠撞急于一身 让消费者气坏了 依照视频 卫生管理法第17条规定是说 你包装食品部分应该要 用中文标示相关的项目部分 包括重量的部分 产地 如果不标示的话 依照视频卫生管理相关规定 可以出3万到15万的罚款 高额罚款就出厂商 不够团购网喊冤 表示商品来源确实从加拿大进口 因为这个包装的耗材用完了 所以他就直接去用另外一个包装 去做一个替代 因此才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至于商品不足重 业者澄清除了误差值振负10克外 还要扣除冰块重量 如果消费者买到类似瑕疵商品 都可以退费 只是民众上团购网购物 屡屡出现消费纠纷 现在团购网也假设线上评价 民众只要对商品不买都能线上评比 别让不良厂商继续大赚消费者荷包 这些我们继续讲的是特别的